不论是中共肺炎危害全世界 还是美国大选的实施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不为强权 坚持传递真相 生活忠实观众肯定 我每一天都必看的 那新闻也是最真实的 其他的新闻我很少去看他们 因为我觉得新唐人的报道 它是很有公信力的 而且会让更多的事实 呈现给世人 每一次看到你们的节目 我都好想流眼泪 谢谢新唐人 一些媒体被掩饰 被掩盖 那我们希望说 媒体能报道真实的 台湾人应该站出来 来为我们新唐人 来出一点心力 来为他们为新唐人来加油 新唐人弘扬传统文化 举办中国古典舞 武术 声乐等系列大赛 还有获得多项国际荣耀的儿童品德动画 天蹄小子小乾坤 悠悠自在等对社会有正向影响 我会比较推荐就是像那个小乾坤这一类的 我们以向下扎根的一个目的下去做 对小孩子的一个等于说他整个一个行为 或者是说他品格会产生一个蛮重要的影响力 我们每天都在看你们新唐人的节目 因为我们家有孙子的 那小朋友看我们的节目 很健康 很棒 就不要我们去教育了 南投的民风真的是非常的纯朴 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真相 能带给这个南投的乡亲们 希望他们除了接收到更多的讯息 真实讯息以外 也能够更加的体会到新唐人办这个媒体的用心 透过联谊茶会一系列的影片播放 还有节目的表演 小乾坤和毛笔爷爷人偶还惊喜现身 和现场嘉宾一起跳动动操 一起度过周末假期 现场台电视肖正宗 林沛云 台湾南投报导